来,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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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汉匠,日前在新庄竹场队上同一失, 比数意外从落后3分到追平,延长赛被超前1分, 最后急出2分打跟在剑安达逆转胜。 球迷分析关键play可能归因于富邦Angels柠檬 当天在球场开金嗓 开唱Hands Up 有关笑称柠檬美声没有技巧 全是感情 原富邦吉祥物 Frankey着耳朵 也要给灵魂歌姬一个赞 果然歌姬一发威 胜利就在不远处 富邦汉匠柠檬 既球场开唱 被发现五音不全后 每每开金嗓都成为应援焦点 甚至货班灵魂歌姬称号 魔音穿脑的歌声 瞬间变人气点播 近日 柠檬IG上传一段练歌影片 标高音瞬间破音 网友爆笑留言 这段美声 怎么可以让牙音错过 让我们再来看一遍 丢切瞬间吧 在 bloom 对他有猛神 的是什么 제로称婧也飞下来 都差点啊 后面的比我差 猛狗小 听说柠檬的猫女柜很厉害 哇哦哦哦哦 欸你算是一個很燒的人欸 欸! 對啊 像我都很喜歡這種的 這樣 那你的三圍是多少 3 4 D 2 3 3 4 很大欸 我好像來到太國 喔有點有 那換你來爆一個料好了 你是不是腳很痛啊 喔對啊 啊真的真的 對對不對 好超臭的 那請問敏感帶在哪 喔我是脖子 欸真的欸 烏火鍋 這樣可以嗎 喔我的蛋 其實我跟兩位沒有到非常熟 我們見面的次數沒有到非常的多 富邦裡面是你們兩個感情最好嗎 喔我們兩個認識十幾年了 為什麼 然後因為我們之前就是一起舞團 然後我們就一起吃幾年 其實他也一起爭選 但他沒上 真的假的為什麼為什麼 我剛剛聽說公司就是在二選之一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外貌什麼身型 很像 因為你都是高的 對然後就是我可能舞蹈略勝一籌 他們就先選我 欸他怎麼會不會覺得不好吃 然後他就這樣 好 珍珍 Funky Girl Funky Girl Funky Girl 1992年11月15號 怎麼會從那個年紀的人 對啊怎麼會有年紀 反正大家都查了到 暱稱叫做 小安心樣 其實我們對他這個暱稱 沒有到非常喜歡 怎麼說 而且很漂亮沒錯 但是其實有更像他的 楊蜜 對 但是剪了這個瀏海 稍微不像一點點 沒瀏海 然後再像 那時候真的是後面才加入嗎 2019年 2019年 所以你跳第幾年了 我第六他第五年 然後你們還可以跳籃球對不對 對 因為不方說爽氣 你們裡面啊 是你們兩個好以外還有誰 我們跟秀秀很好 還有 傑米 傑米也是我們在進 大家隊之前就先認識 然後也是Funky舞團嗎 對 沒錯 那我問個問題 詞面是不是訊息都很慢 對 我那時候來問他說要不要來問蠢蛋 他說幾號 我說2月19 嗯 要看一下時間 然後就回問 我跟你講我現在來一看 你要先來一看 然後人家問他時間怎麼可以嗎 對 我問他到底什麼時候要來問蠢蛋 好 你就說你現在和姓氏林 就現在確定時間下來 哎呀 好像怎樣接 你沒有接喔 怎麼樣 你旁邊又有誰啊 哈哈哈哈 阿妮到底什麼時候來問蠢蛋啊 你敲時間就敲文啊 屁啦 那我現在直接敲你3月了 3月幾號 你3月幾號可以 我現在看秦志利 我3月很好欸 欸那不然你來報一個料好了 我這個腳很差 喔對阿 阿對阿 真的真的 對對不對 超超臭的 螢蟹就是很常炸的一圈 屁咧 是你的接電話 謝謝愛妮 好啦再見掰掰 好那珍珍呢 現在有那個 拍一間炸雞大師 還有另外一個酒吧 酒吧是因為就是 在棒球場對面 看球一定要吃個什麼東西 炸雞 然後就覺得看球場對面很適合 然後剛好是有看到這個點 覺得欸好像還不錯 然後可以來開一間 就炸雞 哇那你很厲害 他也有生意圖沒有 他很厲害 那你怎麼沒有加股 我想說就等著他製作到眼光 哈哈哈哈 你看那明紅的維基百科 我好像沒有維基百科 有你有在這裡 我竟然有 林芳靜 對 生日是6月5號 對 YT頻道有444個人訂閱 很厲害對不對 就是你會放一些生活東西在上面嗎 對就是大概半年的鏡子 欸那你們舞蹈都是誰編的啊 都是你 幾乎都是我主理 然後如果我覺得這支舞蹈 有更適合的人去主理 我就會教練他 你有去過天后之戰的電影 對但是那是很久很久 你看那都是12年前 還有一個大紅帽與小野狼 喔那個大紅帽與小野狼 那個喔他那時候長得很可怕 超級可怕 我以前跟我現在完全長不像 就是如果你說我有整形的話 我可能自己也會相信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戴牙套 就是長得很怪裡怪奇 那我問一下妳 身上的事情是什麼意思 我可以說官方說法 就是我曾經死掉我狗 對不對 我從來沒有養過狗 我從來沒有養過狗 R-O-N-G 對 RONG 就是第一個人沒有 我朋友想說 反而不分手 那你前天再去加一個W 就變個RONG 變個錯誤 那為什麼你曾經離隊又回來 我那時候就是去開一間失敗的東西啊 開了點飲料店 那為什麼有10點真的很好啊 我有上班時候比賽都會打公司 所以以後 那妳沒上班時候再去看球隊 檸檬的腿到底有多長 來我們現場來量一下 100 差不多100 你怎麼那麼長啊 喔你真的比較長欸 大概110左右 聽說檸檬的貓女貴很厲害 欸你算是一個很騷的人欸 欸 對啊 像我時候才喜歡這種的啊 這樣 網友提問啊 什麼時候舉辦粉絲見面會 可能比較難 因為我比較懶惰 但是我有自己的LINE LINE的話我可能都是想到就會辦 像上次我跟他們聖誕節的交換禮物 我也是聖誕節的前一個禮拜 我才說欸不然我們來交換禮物好了 可以接受遠距離戀愛嗎 可以啊 因為我之前的前... 前...不知道我 因為我的男朋友就是馬來西亞人 喔 那你們怎麼見面 我們在一起三年 那一年見幾次 一年可能... 三四五吧 那你還多的啊 因為昨天我去復古董當回來 然後我就在看我的護照 我就看一下我去馬來西亞的次數 我這三年我是飛了十次 那他有來找你嗎 有 有 然後每天都是都會 視訊然後睡覺 那你怎麼要分手好可惜喔 就是那時候的年紀太小了 好啦 那請問那個男朋友 聲浩瑋是真的假的 我每天是很好朋友 聲浩瑋的音樂怎麼唱 聲浩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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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點活力嗎 耶 好棒啦 那你們有親愛病嗎 有啊 敏感帶在哪裡 好辣 真的很辣 可能耳朵吧 欸你跟奶型一樣嗎 喔 另一半的條件需要什麼樣 理想型的話就是高 然後 不是奶狗類型的 就是我喜歡 粗曠的這種 嘿嘿 不然你舉例一個球員 聲浩瑋 好好聲浩瑋 你現在怎麼蠻像的 對啊你現在怎麼好像就是他 從小到大都知道檸檬是酸的 但你長大後才知道原來檸檬是辣的 他是燒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個性就是比較 大啦啦 對 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一個心動的對象 你是不是反而會害羞 我是主動出擊的人 我基本上我喜歡的人都是 追得到的 對就是不是追得到 就是我都會自己弄來 檸檬的綽號由來是什麼 這很無聊就是 國中的時候大家都有綽號 然後我就想了一堆水果跟食物的名字 請大家幫我投票 而且他不吃檸檬的東西 所以有些不認識的粉絲會送他檸檬塔 他就會 那你的三圍是多少 三四 低 二三 三四 很大欸 我有時候來到蔡英國 喔有點有點 你是幸運搶的人嗎 其實還好 我是普通 但是我可以做得很慢 什麼叫做得很慢 什麼叫做得很慢 天啊 你前男人怎麼會這樣離開你 我不知道欸 那你看 如果你是男生 另外那個女生 我來綠茶表 哈哈哈哈 我來問珍珍 珍珍大概交了幾個男友後 就該定下來 你覺得 喔我沒有交過很多男友 一二三 三個 三個 他一定有發生過什麼令人頭痛的事情嗎 喔我覺得這個員工 可能算是比較令人頭痛 像我今天早上 我也是還有色鬧的時候 下午中起床 請問跟周嘉珍是什麼關係 周嘉珍 我他怕我第一 因為我叫周嘉珍啊 喔 本靈 請問像陽蜜有什麼好處還是壞處嗎 我有時候我去 可能給那邊弄妝髮 妝髮 妝髮給我 喔你長得也不能算長得像陽蜜啊 而且他之前超好笑的 因為陽蜜之前有帶一個一個 什麼按摩腳的 喔對對對 然後再放在彰化腳 放在家裡 對 然後我第一次才問我媽說 姐帶有這個 然後結果她近看 然後你這樣跟我說 是陽蜜 好那請問敏感帶在哪 喔我是脖子 我覺得我可以 欸真的欸 哈哈哈哈 那你們互相爆料一個什麼 對方的怪癖 我的怪癖他們都不知道啊 不是我都很小嗎 不是我都很小嗎 但是下醫師我比方說 在場上的時候 也給我這樣子挖 妳直接在場上挖 對阿然後我說 妳在幹嘛 然後就說喔喔喔喔喔 那如果被粉絲拍到妳OK喔 好像有被拍過 我覺得沒差 所以我現在好像 哈哈哈哈 那你咧的怪癖是什麼 我有蠻喜歡 Be Angel的衣服 就是襪子 有微笑的講好不好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你要用她的鞋子跟襪 就我如果 跳完球賽的那個絲襪 就是會蠻精彩的 而且這個我會知道 我為什麼講臭 就是因為 我大學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上課 我就脫鞋 然後我旁邊的同學 就突然跟我說 欸妳有沒有聞到很臭味道 我說 我沒聞到欸 妳不是因為我脫鞋嗎 好TEMPO遊戲 多準備禮物 妳的YT訂閱頻道到人 是是是 我沒有YT 還沒有 我今天讓妳直接變10萬訂閱 因為呢 我們收到了林丹的10萬訂閱 耶 哇 超久的 妳今天要贏了之後才可以 欸不然的話這兩個要送給她 好 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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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蛋 真真是 檸檬三 檸檬 檸檬一 檸檬 真真無 該不會耶 還是我們這集要說 improve 然後黑白 碰桶黑白 來啊 黑黑 networks 不行 不行 同時是我們的貼錶 那下一集我們發紙 我們那個製作費跟那個場地費都交換